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行为团的两个营却密谋刺杀毛主席 好在一伙夫及时通风报信 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时,傅作义的心里一直打着小九九 最开始是想建立联合政府,他的部队都归联合政府指挥 在被解放军拒绝后又提出希望能保留两个军,结果再次遭到解放军的拒绝 在天津解放后,北平彻底成为一座孤城 傅作义知道再不起义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提出只保留警卫团 为尽快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解放军做出了让步 同意让傅作义保留警卫团 警卫团装备精良,全部都是美式装备 有这样一支部队在手,傅作义总算是安心一点了 但没想到的是,这支部队却在几个月后差点闹出大事 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进入了北平 在这之前,北平市长叶剑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 就考虑到北平城里的情况复杂,且中南海也还没有清理好 所以就提议党中央机关暂时不进城 既然不进入城区,那要让毛主席住在哪里呢? 叶剑英李克农在反复比较后认为 城区20公里外的香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不仅是北平的制高点 而且上面的慈祐院有3000余间的房子 可以暂时满足中央机关的办公和生活 另外,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熊西陵 在香山上修建了一座私人住宅 名为双清别墅,两面环山 四周树木很茂密,只有一条小路可以出入 非常的隐蔽 所以叶剑英李克农就让毛主席暂时住在这里 为防止敌军的空袭 还让工兵在距离双清别墅100米的南端山脚下 临时修建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 一旦有敌机来袭 毛主席可快速到里面躲避 同时为了保密香山的党中央驻地 对外称是劳动大学 让外人以为中共这里利用慈祐院的屋子建了一所学校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 傅作义的警卫团竟密谋刺杀毛主席 情况十分的危急 好在一伙夫及时通风报信 当时虽然中央同意让傅作义保留警卫团 但还是向这支部队派出正攻干部 且李克农多留了一个心眼 这样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留在北平 很容易被国民党特务利用 一旦有人起了歹意 正攻干部会被扣押 就连报告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在下面连队里又安插了一些耳目 以防不测 北平解放后 潜伏特务就觉得非常奇怪 早就听说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了北平 但却没有进城 所以一定是在城外的某个角落 安营扎寨了 于是就将网都撒出去调查 虽然毛主席在香山的行踪保密得非常好 但还是被特务知道了 只不过香山戒备森严 单靠小分队很难完成偷袭 于是就想到了副作义的警卫团 之前因警卫团是副作义最亲信的部队 与其他部队相比地位还是比较高的 可以耀武扬威 但被解放军改编后无法适应严格的纪律 所以很多人心里都握了一把火 潜伏在里面的国民党特务 就利用大家的这个心理 山峰点火 特务队官兵们说 傅将军起义是为了保存实力 等待机会反戈一击 现在机会来了 毛泽东就住在香山 我们要马上行动去突袭香山 以此向蒋委员长献礼 到那时候兄弟们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最后在特务的挑唆下 有两个营长同意率部突袭香山 派出在这两个营的正空干部得知后 准备打电话向上级汇报 结果刚拿起电话 就全部被软禁了起来 好在李克农有留了一手 在吹噬班安插了一名火夫 平时不与上线联系 所以没有引起潜伏特务的注意 第二天早上 这名地下党就利用外出买菜的机会 打电话向李克农汇报了警卫团 准备兵变的消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 副座役的警卫团却发生兵变 密谋突袭香山 刺杀毛主席 情况十分的危急 好在一伙夫及时通风报信 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 得到密报后 大惊失策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他一边向周恩来汇报 一边通知香山的警卫战士 做好战斗准备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 立即给华北军区聂荣真打电话 荣真同志 副座役的警卫团发生兵变 密谋突袭香山 我命令你调集部队 迅速将他们包围 但要尽量避免发生流血事件 根据周恩来的要求 聂荣真命令距离警卫团 最近的2070 派出一个团赶到巴里庄 包围了警卫团 当时两个滑边的警卫营 已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但没想到 解放军这么快 就将他们包围了 负责带队的 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健 用喇叭对华边的官兵进行喊话 警卫团的兄弟们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傅将军是诚心弃暗投明 你们千万不要听信特务的谣言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解放军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原本警卫营的大多数官兵 就对突袭香山没有太大的信心 只是迫于长官的压力不得不从 剑还没有开始就被解放军包围了 军心很快就动摇了 经过三个多小时喊话以及谈判 两个滑边的警卫营 同意放下武器 这场兵变没费一颗子弹就解决了 傅作议得知自己警卫团的两个营 被缴械后非常的生气 大骂共产党不讲信用 过河拆桥 立即派秘书王克骏到华北军区司令部 兴师问罪 这时王克骏才得知 原来警卫团有两个营 竟滑边要刺杀毛主席 唐永健也给出了一个建议 让傅先生挑选三五个绝对可靠的士兵 允许他们携带全套的武器 其余的则全部收上来 傅作议听完王克骏的汇报后 怒气顿时消了一大半 深感将警卫团留在身边 确实是一个烫手的山域 谁也无法保证日后不闹事 于是采纳了这个建议 亲自挑选了三十五名卫士留在身边 其余都交给解放军处理